上禮拜在高雄發生一間 這位老師來做交通 導航有哪兒讓車亂做 當上的時間 現在有哪兒立委跟交通團體 跟這個交友團體 社會團體是來開記者會 讓政府和相關大會 可以檢討相關的制度 導航老師協助學生過賣了 結果先去讓紅頂的交車農到 這是十二月車發生在高雄的一個 時間 算不算來他們去教師 到底是不是要一行交通 導航來討論 發生車禍的這個狀況 其實這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教室要退場之前 是不是應該也要去考慮到 導航志工的這一塊 我們的導航志工 其實大家在學校 已經十年 二十年 可是為什麼年輕組沒辦法進來 經濟教育沒有統計 最近三年來 學校的就讓老師 四天還有經過 他們在一行任務的時候 發生交通議員 有十一驚十三的人 他們在保護學生過賣了的時候 自己刷去剛才的方向 去讓人保留去 立委屈性願意說 應該要占對學生的旁邊 這些交通合資 搬買算來做相關的條件 學校周遭的這些號制標誌標線 勢必要所有的相關單位 包括教育局處跟負責交通的交通局處 到時候來督促 縣市政府的報案揮報 那我們會持續橫向的 跟各部會來做協調 尤其是警政單位 還有內政部那邊 可能我們會跨部會再次的協調 要來確保學生通行的安全 只好就讓人緣 這些人緣是優寒 教育團隊也讓有相關的單位 在在修法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是不是能夠來 找這個驚訪 或是說義高來協助 或是說可以導入科技執法 避免學校旁邊的停車 停車的問題一直在發生 這樣才會發動來確保 以外發生的程度各種多 記者總額報道